烏克蘭內戰持續不斷也影響了藝術表演的發展 反政府軍控制的城市 盾內刺客 在戲劇院關閉了五個月之後重新開放 他們特別選擇烏克蘭語 還有鱷魚混合的喜劇當作首演 吸引了大批觀眾 裡面還有反政府軍人 他們難得在炮聲隆隆的生活中 找到一點娛樂還有慰藉 神秘的降雪夜晚 在預告一場未知的求愛之旅 俄國經典喜劇《婚事》在盾內刺客戲劇院 以烏克蘭語混合鱷魚演出 烏克蘭的盾內刺客現在由反政府軍控制 戲劇院在2014年5月底因為內戰被迫關閉 一直到10月11日重新開放 第一個演出的劇目就選擇烏克蘭出身的 俄羅斯作家國歌里的喜劇《婚事》 這個19世紀中的劇本描述戀愛與婚姻的自由 吸引了700位觀眾 其中包括了五位反政府軍人 劇院入口一旁的近代武器標示 就是為了防止友人姿勢 而表演中的幽默劇情難得為戰火肆虐的城市 帶來一點娛樂 即便只有700位觀眾 但透過藝術表演 他們在戰火中稍微得到喘息 繼續享望和平